大陆媒体报道,针对日前中一两国医师合作,进行一体的头颅移植实验,中国前卫生部长黄杰夫明确反对此场作行为称,头颅移植违反器官移植法规,中国绝对不允许这种临床试验在中国进行。 近日,哈尔滨医科大学任小平团队与意大利前神经外科医生塞尔吉卡纳维罗·瑟吉尤·卡纳维罗宣布一年前在二具移植上成功进行一体头身重建解剖学研究,顿时在全球移植一届引发争议。 澎湃新闻报道,黄杰夫今晚代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全体专家表示,中国绝对不允许这种临床试验在中国进行。 他指出临床头颅移植违反中国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法规,希望有关单位伦理委员会起到应尽的责任。 报道称,头颅移植在技术上既面临脊髓切断后重生的世界级难题,也无法解决缺血状态下大脑保存的问题,特别是脊髓修复问题。 中枢神经是人体内被认为是无法再生的组织,脊髓损伤是人类目前无法有效修复的组织。 黄杰夫质问说,现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脊髓损伤的病人均处于失能状态,从事所谓头颅移植科学家为何不拿出能修复中枢神经损害的实验证据? 为什么不拿出一个成功的动物实验证据? 他表示,头颅移植面临的不仅是技术上不可能,在伦理上更是不允许发生。 黄杰夫说,肝藏肾脏移植是给肝与肾功能衰竭的病人,患了肝肾,他还是他自己,但患了头,他是谁呢? 黄杰夫表示,他已接到一些世界移植领域权威专家的电话建议,不要为这种十分粗糙的实验,将中国的移植事业,拖进一个世界上十分有争议的漩涡。 黄杰夫指出,中国县急需培养一大批得益双新的移植医生,推进公民捐献大爱精神,要靠无可争辩的伦理学方式,走进世界移植事业舞台的中心,每一个移植医生都应该爱护国家的声誉。 世界首例移植头颅移植手术在中国成功实施分享。